有关调侃美国总统的小段子,只要国家出事,美国总统第一句话就会说,最近的航母在哪里? 可见航母对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,这样大型的海上舰船,不仅在研制中需要结合多领域的顶尖科技,同样在操作中同样需要熟悉相关技术以及不同项目的严格训练。 日前官方一组,关于辽宁号航母的照片,不仅展示了沃中华熊熊郭威,其中一个细节更是令人耳目一新。 在辽宁号航母的掌舵手中,有一名亮丽的哈萨克族女孩,一名95后的女舵手,操控这艘超过6万多吨的大型航母并不容易。 这名哈萨克族女孩,称得上是现代金国,另一面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军舰先进的操控技术,在影视剧中常见的掌舵人,一般都是非常有力的撞动舵盘来造作船行驶,这其实是非常原始的舵机,直至二战时期军舰的装置中,掌舵手并不需要非常吃力的负重,即使是数万吨的大型战舰,仅需一名舵手即可。 在现代的传动体系的舰船上,会同时有多个操作位置,大大提升了舰船的操控性,改进之后的日常行驶,使用了航海舰桥和作战使用的装甲舰桥,两种设置更是增强了舰船的生存性。 如今的电子系统时代,军舰的发展中,先进的计算机导航和校正能力,已经代替了曾经机械力,舵手不再是人力操控,需要的是先进的舰船操控技术。 站舰需要转舵时,舵手主要用舵盘,将需要转舵的度数输入,通过相关的电子技术,来操控传动系统执行。 此外,舰船若遇复杂海矿时,装置最新的定位和导航系统的航海计算机,会及时地做出最合理的建议,在分担了舵手的工作的同时,更加需要舵手专业知识的配合,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,时代的掌舵人,我们这一代买至下一代需要学习的,是更加先进的科技知识,而这名优秀的95后女舵手,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